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福愉悦 一种味道让人欲罢不能 一种味道让人鲜香满口 佳饶各种其味 生活自有滋味 敬请收看五味的秘密 中国人最讲究舌尖上的味道 酸 甜 苦 辣 咸 不同的味道会带给味蕾不同的感受 辣是人们钟爱的一种味蕾感受 甚至在很多地域发展出无辣不欢的饮食习惯 准确地说 辣实际是一种轻微的灼痛 是舌头上感受刺激的神经末梢 对辣椒中的辣椒素物质做出反应的结果 适量的辣能让原本平淡无奇的菜肴 增添瑰丽的色彩 促进食欲 帮助消化 也让家乡的味道愈发鲜明独到 浙江汤西人烹制八鲜鱼头时 为什么要放入多种辣椒 整个口腔都是辣的 味都在燃烧 品尝贵州汪安蒸笼 为什么一定要与具有特殊香味的灵魂辣味相伴 这种辣椒的特殊香味究竟来自哪里 吃出来有个加强的味道 甘肃兰猪的手工面中 不可或缺的辣子配料 是用什么辣椒制作的 加了咱们这个辣子太饱了 味道更好了 就是味道的进化了另外一个层次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不同地域 不同品种的辣椒 别人们如何巧手演绎 用辣椒点燃味类 浙江省金华市汤西镇 山水秀丽 生态环境优越 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镇 我寻找辣味的旅程就从这里开始 汤西人对辣有着独特的理解 对此更是情有独钟 听说当地有一道辣味特色菜 可以让人在品尝的时候 感受到变化多端的辣味刺激 这会是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我准备去找一位专注于 制作汤西菜多年的行家 据说他做这道菜非常拿手 我现在来到了汤西当地的一个水库 我们可以发现这边的环境很好 我跟周老师就约在这见面 所以我想应该是寻找一种 很鲜美的食材 鱼 这位汤西菜的行家就是祝制仙 土生土长的汤西人 靠水吃水的汤西人喜欢烹制鱼鲜 而祝制仙要做的这道拿手辣味菜肴 就是当地有名的八鲜鱼头 要想保证菜肴的美味 这鱼头也一定要保证又大又新鲜才行 水库中的鱼很多 但今天我们能否有好运气 捕获到令祝制仙满意的大鱼呢 今天做这个鱼头要用什么鱼呢 用这个拥鱼 我们这边叫大头鱼 大头鱼是常见和鲜 可是捕获到的这条两三千克重的大头鱼 根本住不了祝制仙的眼 它鲜鱼太小 看来这上好食材的获取总是不易的 我期盼着能捕到更大的鱼 折腾了半天 惊喜来了 确认过眼神 这就是祝制仙制作八仙鱼头 想要的完美食材 这鱼得有多少斤 我估计有五六十斤吧 你看它特别长 你看咱俩站一块 还有多长 我俩的身子 并在一起这么宽呢 栽很干净 我就觉得养它那个水 这就应该好 你看这个摔的话很鲜红的 非常的干净 做鱼头很适合 非常好 既然是制作汤西本地的辣味特色菜 八仙鱼头 选取当地生长的特殊辣椒 做辅料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就是白皮辣椒 这俩都是吗 是的 这个是成熟的白皮辣椒 我看看 你看一下 那我们做这个八仙鱼头要用哪一种 两种辣椒都要用 两种辣椒都要用 这俩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么这个白皮辣椒呢 就是说稍微不辣一点 那么红色的成熟的这个辣椒会辣一点 我尝一下 好吃吗 这老师还用点辣的 有点辣的 这个也有点成熟了 所以说有点辣 好像熟了之后没那么脆吧 熟了之后就没这么脆了 辣 但是它相对于我们平常 煎的那种小米辣就好一点了 比较甜这个辣椒 有点甜 清朝康熙年间 白皮辣椒被引种到 原汤西县阳部镇 这里种出来的辣椒 有皮薄色白味辣的特点 汤西人也慢慢兴起 吃辣椒的习惯 现如今白皮辣椒 已成了制作汤西菜 不可缺少的作料 我发现咱们这个鱼头处理 有点像剁椒鱼头一样 对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买的 这个白皮辣椒 但是我发现做这个八仙鱼头 还用到很多配料 对的 我们八仙鱼头里面 用了和鲜 橙汁 还有那个鸡爪 老豆腐 我们主要这道菜的特色 就是鲜 浓郁 香辣 汤西菜属于家常味道 喜欢采用常见的食材来烹制 这些与八仙鱼头一同烹制的配料食材虽不名贵 但是与鱼鲜搭配 却可以让味道互相渗透交融 让鱼头的味道浓郁鲜辣 新鲜鱼头会和和虾 鸡角 青子 鲜子 豆腐 再加上新鲜脆嫩的白皮辣椒等关键辅料 每一种食材都是鲜字为主 各种食材各有风格 却又相辅相成 经过四十分钟的烹煮 各种食材的味道融于汤之中 每一种食材都最大限度地发挥着自身味道的独特性 辣椒的作用也在此发挥到了极致 那么这道菜肴的辣 究竟会带给人什么样的感受呢 嗯 鲜很浓郁 等一下它 你说缓一下 它这个味道我跟你讲 等一下我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出来了 这好像越来越辣 非常的辣 快点快点水拿过来 谢谢 现在整个食管都是辣的 所以说我们这道汤漆风味的这道菜 八仙鱼头 它是与众不同 它会越来越浓郁 越来越辣 体现出来 刚是食管吃辣 现在我的胃都在燃烧 所以它的辣是有层次 一进去你觉得它还好 但是慢慢地慢慢地 它那个后劲特别强 特别有后劲 还想再来一杯水 原来八仙鱼头的美味绝妙之处就在于辣的层次丰富 烹制时放入脆嫩绿色的白皮辣椒 成熟鲜红的白皮辣椒以及小米椒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每吃一口八仙鱼头 自然的山水和独特的地理位置 孕育着汤西人对于辣的追求 辣椒新热具有温中散寒 开胃消失的功效 所以当地人吃辣椒 可以去除身体内的湿气 有益与健康 辣作为独特的味道 早已融入汤西人世世代代 一日三餐的生活之中 离开浙江汤西 我继续前往贵州省前南不一族苗族自治州的汪安县 寻找辛辣之味 汪安地处乌江中游 前中腹地 千百年来 这里如同不经外界侵扰的世外桃源 淳朴的民风守护着时间留下的记忆和味道 这里的人们也喜好吃辣 他们又有着怎样的吃辣习惯呢 蒸笼 一种常见的炊具器皿 各地人使用它可以烹制出五花八门的味道 它逐渐成为用竹笼蒸制美食的一种统称 蒸笼在汪安是夜宵世界的主角 而让当地人始终赞不绝口的蒸笼 是出自刘戴康师傅和唐德霞大姐的双手 他们两人烹制的蒸笼每天卖出六百多个 一卖就是三十多年 吃出来有个家庭的味道 就是甕甘的味道 这巷子也太深了吧 小巷里面它才好吃 老板娘 您好 您家就是卖蒸笼的是吗 是啊 我好久不怕巷子生气 我原本以为 广述大家好评的蒸笼应该分量较大 可没想到 唐大姐家的蒸笼居然都是小巧的迷你版 看上去十分可爱 我有此猜测 唐大姐的蒸笼应该拥有与众不同的味道 和让人欲罢不能的香辣 要解开这些秘密 只有先跟着唐大姐从食材的选购开始探寻 唐大姐选购食材的过程细致入微挑剔严格 亲力亲为 但是这些食材在当地的市场上并不稀奇 我更加好奇 这问安中龙真香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 我见唐大姐又采集了一些具有独特奶香味道的蕎麦感 这些蕎麦感会不会是唐大姐让蒸笼美食具有独特味道的秘密辅料呢 这个是传统的方法 有很多人他不会做 他做不了 因为很麻烦 不说是别人说好吃 自己都要觉得吃起舒服 就要按这种传统的方法这样做 唐大姐著作中龙美食的第一步开始了 决见她用火将蕎麦感焚烧成灰 然后筛掉灰中的粗大颗粒 这唐大姐用这些细细的蕎麦感灰做什么用呢 你说这个辣椒怎么炒 一般辣椒就直接放进去干炒嘛 我变模式了 那你看一下 噔噔噔噔 这枯还有呢 你看 原来我一生长的这个灰这个灵魂 是用来炒辣椒的 是 我觉得这是在糟蹋辣椒 不是 本来人家的颜色红通通的特别好看 这个炒起来的时候 就有它的坚果的味 又辣又香 我再这样搞下去 我全身都花了 原来 瓮安蒸笼的灵魂辣味 是在这柴锅老造中 将辣椒混合筛系的 蕎麦感灰炒制而成 蕎麦感灰特有的味道 与辣椒的辛辣味相结合 才是这蒸笼美味的灵魂所在 辣椒与蕎麦感灰 一起在锅中翻炒 辣椒在高温的催化下 慢慢呈现出坚果的味道 唐辣姐这辣椒炒成这样啊 胡黑胡黑的 你还能吃吗 就是要有这个黑胡黑胡的 还叫我们这个地方的 它是胡辣 胡辣椒啊 小辣椒业吗 特别脆 跟平常我们是那种果干一样 炒好的胡黑的辣椒 用不擦拭干净 再用手搓碎 那咱们为什么要用手来捏辣椒呢 整厕的辣椒很香 就要有这个粗粗的 又看见浮浮的 就要带一点辣椒皮是吧 还不能捏太碎 有那个辣椒的本味了 唐大姐我已经想投降了 我已经不想搓了 因为真的很辣 就像火烧一样 就那种隐隐的那种 灼伤感 就是这样的 辣椒所特有的 强烈辛辣刺激感 并未因荞麦感会的加入而减少 我只是体验了一会儿 搓辣椒的手 就已经有了明显的灼烧感 这座瓮安蒸笼美食 从选购食材到手搓辣椒粉 每一步唐大姐都需要 足够的耐心和细事把关 此时我也理解了 唐大姐之前所说的 制作麻烦是怎么一回事了 然而对于唐大姐一家人来说 他们却感恩能有这种麻烦 因为这是祖辈留给他们的财富 是一家人赖以为生的 珍贵的老味道 香不香 原来蒸笼的灵魂竟然不在这个笼里面 而是在笼之外的这个站叠 要把那个香菜辣椒通通吃掉 这次排骨 加这么多这个胡辣椒还有香菜 这个才是我们贵州的这个蒸笼 对 能对我来说是有点辣的 是不得不说咱们这个胡辣椒 就是不一样的胡辣椒的香味 我觉得是有点带芝麻香的样子 加起一块肉蘸一下辣椒蘸料 米粉将肉中的水分锁住 所以肉质细腻 米粉香糯 再加上乔麦灰炒制的辣椒 增加了独特的坚果辣香 每一口的味道都富有层次 香而不腻 辣而不燥 牛肉排骨米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此时我的同事杜宇扬正在甘肃兰州寻找那里的辛辣之味 在那里他又会有什么新奇的发现呢 甘肃兰州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 自古塞外商人云集带来了辣椒等品类繁多的香料和调味品 丰富了兰州人的口味 也让本地人很早就有使用辣椒烹饪的技法 在兰州很多家常菜的制作都与辣椒密不可分 今天我准备去拜访一位阿姨 我很好奇兰州的家常美食又是怎么运用辣椒来调味制作的呢 年过花甲的金月华阿姨已经退休六年了 像很多普通的兰州人一样 金阿姨有着一手制作兰州面食的好厨艺 今天她将要为即将远行的女儿做一把手的手工面 各种新鲜的蔬菜相继被收入囊中 金阿姨说生活在气候干冷地区的人们好吃辣 兰州人也对辣椒情有独钟 所以她为制作今晚的面食要先去购买一种特殊的辣椒 小杜 我们就在这买辣椒 你认识干股辣椒吗 干股辣椒我不认识 但是会排除法 小米椒 海椒 对 碎辣椒应该不是 最奇怪的就是这个 对 是吧 这就是咱们的干股辣椒 这个最受我们本地人的欢迎了 跟那个小米椒和海椒真的是不一样 不一样 首先它那个辣味啊 我还是能承受 口感到最后还有一点点小茴干 像枸杞的那个香味 有点那个感觉 是吧 所以大家爱吃就是这个问题 行 明白了 本地人都吃这个辣椒 挺好 挺好 辣椒的品质 决定了今晚的面好不好吃 和常见的辣椒相比 干股辣椒身长肉厚 体长甚至可以超过20厘米 被当地人戏称为羊角辣椒 干股辣椒产于甘肃省甘谷县 这里充足的光照和较大的昼夜温差 让干股辣椒形成辣度低 糖分高的特点 微辣带甜的味道 深受兰州人喜爱 干股辣椒到底能做出 什么家常面食 赶紧跟着金阿姨 回家一探究竟 来了 这是小杜 姐姐好 姐姐好 熬好一锅 沙子底料并不容易 土豆 绿萝卜 新鲜的胡萝卜 和雪白如汁的卤水豆腐 都要切成统一大小 小火慢煮五分钟 勾薄芡增加圆润的口感 加入提前爆香的猪肉丁 蛋液仿佛给一锅热汤穿上了一层金纱 再加上黑木耳和黄花菜做点缀 菠菜去油解腻 慢火熬十分钟 汤汁逐渐粘稠 在我看来 这分明是凹了一锅鸡蛋豆腐羹啊 看着好诱人啊 怎么样 你知道吗 我觉得它其实配不配那个面条啊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 因为现在这个状态就很好吃了 很爽口 对 然后还有就是 然后这个我尝完之后觉得 是不是稍微有点淡 嗨 吃饭你说油泡辣子还没做呢 我把这尝给泡了 那个加进去就完美了 是吧 完美了 完美了 原来面扫子只是配角 真正让这碗面有了灵魂的 还有重要的一味料 那就是我们在菜市场买的干谷辣椒 把干谷辣椒剪碎了 入锅煸香 没加一滴油 辣椒表层泛起了油光 飘出辛辣中带着香甜的味道 这个味道挺沉的 我来啊 来 不对不对不对 应该上下抖 这我这么碾 你不能碾 碾不好它碾不碎 是吗 因为这个干谷辣椒呀 皮薄肉厚 必须要这样抖 这样抖的也快一点 你这样碾 不容易碎 都粘到一起了 对 就粘到一起了 制作油辣子是金阿姨的绝活 在干谷乡下长大的她 打小就跟着母亲学做油辣子 对于她来说 每次制作油辣子都是重温妈妈的味道 故乡的味道 冲至二十分钟 辣椒素在外力作用下充分释放 辛辣的味道愈发浓烈 油辣子不仅承担辣味 还承担咸味 所以还要在辣椒里面加入精盐 此时的油辣子只完成了一半 熬至热油 同样不能马虎 兰州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自汉朝以来 塞外的商人云集兰州 带来了品类繁多的香料和调味品 丰富了兰州人的口味 让本地人十分讲究味道搭配 保持七成热的油温熬至十五分钟 十多味调料的香味进入热油 激发出复合味的香气 热油变成漂亮的琥珀色 我知道油和辣子结合的精彩瞬间 马上开始了 你酒 我泼 我流口水了 哇 这个味道太香了 一勺精心调制的滚油 接触到辣椒面 所有的调料的味道都被彻底激发 香与辣在碗中激烈碰撞 热辣扑鼻 金阿姨说 想要成就一碗合格的油辣子 要分三次泼油 每泼一次的同时 必须迅速搅拌 这样就可以让热油与辣椒面充分接触 还能迅速降低油温 防止油辣子出现焦糊味 搬入芝麻和花生碎 增加咀嚼感 让味道更有层次 叫人胃口大开 随着最后几道凉拌小菜制作完成 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 餐桌上的主角 臊子面 完成了最有仪式感的组合环节 就可以开动了 好吃 应该是我尝咱的那个臊子汤 挺好吃 这个东西配上面应该特别好吃 但是加了咱们这个辣子 太棒了 味道更好了 对 更好了 就是它不仅仅是升级的那么简单 就是味道是进化了另外一个层次 太香了 绵软细滑的手工切面 配上营养丰富的臊子底料 再加上一勺油辣子调和味道 热辣咸香的滋味 在汤碗里瞬间绽放 营造出浓郁的复合香味 我今天姐夫没在是吗 对 她不在兰州工作 在哪 在深圳生活 我听说您明天说 要到出差了 是啊 所以今天就特别 让我妈做了扫子面 一碗香味诱人的扫子面 是全家人日常生活中 最好的犒劳 更是金阿姨的女儿 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女儿常年在外打拼 一年只有一次回家的机会 这碗妈妈做的扫子面 一年吃一次 吃一次 想一年 明天 女儿又要远行 金阿姨连夜多做了几罐油辣子 小小的瓶罐里 包含着来自母亲的关怀 这是最珍贵的家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辣 在延续数百年的中国饮食文化中 始终出类拔萃 在与其他味道发生碰撞和反应的时候 更将这种融合生化 辣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味蕾上的刺激感觉 辣也代表了中国饮食文化中最炽烈的情感表达 这种表达深沉内敛 值得回味 这种表达深入人心 永存于记忆 汤西人吃辣椒的传统至今未变 祝志仙持续探索汤西菜的各种可能 始终坚持将汤西的老味道加以创新 唐德侠大姐在问安 依然坚持传统的烹制技法 用复杂繁琐的技法赋予辣椒更醇厚的味道 不断带给人们欲罢不能的舌尖惊喜 金月华阿姨和女儿的情感 通过朴素的油泼辣子紧密相连 这也代表着无数离家在外的儿女 对父母的依恋和思念 无论天涯海角那都是家乡的味道 辣椒辛辣 因为有了心存深情的人而大放异彩 人本有情 因为尝过鸡蛋口舌的辛辣 而幸福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